邦陀佛 收看《新安宮》第十代恩典俏俏法的一年 待會大家平安 今天我們就來看 我身睡卧 我心脆醒 这是我良人的声音 他敲门说 我的妹子 我的家偶 我的鸽子 我的完全人 求你给我开门 因我的头满了雾水 我的头发被夜路低湿 我回答说 我脱了衣裳 我怎能再穿上呢 我洗了脚 怎能再沾屋呢 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 我便因他动了心 我起来 要给我良人开门 我的两手低下墨药 我的指头有墨药枝 低在门霜上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 我的良人 却已转身走了 他说话的时候 我神不守舍 我寻找他 今行不着 我呼叫他 他却不回答 沟通不要含糊不轻 沟通要清楚 人跟人在沟通不要含糊不清澈 沟通要清澈 我们今天在神经的地方 我们今天在神经的地方就是这样 我们看这个姊妹 当这个侄子来找他 他打门 他叫他 他用公话的无言 给他祈祷 总是当这个侄子 用这个生股 肢体 既体的无言 继续成熟 要跟他生肌民 这感动就是这个姊妹 所以这个姊妹 他要起来 他说话的无言 他的兄弟 没听到他说话 所以他不知道 他要起来给他开门 所以他就离开了 我们看 这个地底的規制里面 是怎样 怎么会申请这个结局呢 因为这个姊妹 当他 在问话 他收到的是 他讲话的无言 他不用讲话的无言 给他回答 让对方知道 对方说话 因参生这个沟通不良 沟通不清澈 才有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 第二 沟通的工具 要做完 可以有很多东西 可以用 我也可以用 生股的工具 也可以用 问你也可以 所以沟通 可以有工具 有机体 有问你 这三个 可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要看 正经来修用 特别我们跟我们的中卫 那种年卫比较大的人 他的行李认识 是比较重 听的 其实我们想想 输入一项 我们可以跟他 读到 跟他有的沟通 以外 还可以选择 用问你沟通 可以用什么 可以说 因为听不懂 说得很大声 对我们的感觉也不好 对他也没有很好的尊重 我们可以加一个无言 就是用问你 所以我们的沟通 我们要大家有什么 要大家就是知情意 沟通不是只有说 就好了 不是沟通的意思表达 要让对方知道 让他知道 让他表达他的知道 第二 让对方有一个好的感受 对方有一个好的感受 第三 要让对方有一个 欢喜好的欢迎 所以沟通 我们说出去 知情意 都得到 可以说这是一个 最好的沟通 对彼此 都可以在这里 我们作为丫头来祈祷 亲爱上帝感谢你 你通过你的话 圣经里面的话 跟我们三九通 让我们命运你的话 如果通过在圣经里面 上帝你 在人的心情 会招待跟印刷 让我们来问你 来知道你 我们欢喜 吃这个顺客 跟对上帝的人 让我们跟上帝的交通 没有讨厌 信可顺客 军队 命运你对我们的印刷 让我们人跟人的交通 有好的交通 让我们来到 命运的交通 得到的好处 在你面前 祈祷庆求 克牙所有的名 阿们 我可以去的 你帮我 你帮我